畫面中可以看到農民走在田中間的土方上 看見辛苦插秧的秧苗以及田梗遭破壞 實在苦不堪言 相當痛心 而心血會泡湯全是因為隔壁農地 宜蘭原山鄉一處農地要興建農舍 找來仲介協商 仲介便告知隔壁地主說施工時才踏到局部林地 因此要賠償2000元 14號地主就與仲介相約到現場 卻經見施工廠商把隔壁農地挖掘起來的土方 堆到自己的農地上 讓他相當氣憤 認為根本不是踩踏而已 和仲介表達不滿 卻只得到2000塊的賠償金 讓他更氣 直呼是一點尊重都沒有 帶你來聽一段訪問 人來到現場回看 就看到這種情況 我個人是認為2000塊不是錢的問題 就是 一種心態 仲介表示 事與負責工地的包商 溝通不良才會造成誤會 2000元也只是未問金 後續相關賠償還可以再談 而縣府農業處則表示 已經派人前往會堪 若新建業者未將土方恢復 是狀況將會開罰 www.blogs.tv